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是耶稣的复活节 我们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来到主的面前 今天早晨我们鼻子问个安 对你的前面后面我们问个安 我们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来敬拜 来赞美我们的主 今天是主说 定的日子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复活节快乐 弟兄姐妹在耶稣基督复活的主日 让我们大家能够被耶稣的爱所提醒 好像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 因他受的变伤使我们可以得到医治 因他受的刑罚使我们能够得平安 因他的受死是为了我们能够可以好好的活着 也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来复活 为我们带来了这个蒙福的结局 所以神的话语在西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说 唯有耶稣基督献上了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 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 之后只是等待神把他的手笛放在他的脚下 做他的脚蹬 因为他献上了一次的祭 就是那些成圣的人永远得到完全 我们要感恩 所以今天的早晨 我们带着喜乐的心 欢喜快乐的心 来敬拜我们的主 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加在主的手 主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要感恩 主我们要谢谢你 谢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 所以你不单为我们来 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主不单为我们死 你更是为着我们来复活 你的复活告诉我们 主我们对你的信靠并不是突然 并不是恍然的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主 是那位又真又活的那位上帝 主我们要感谢你 赞美你今天的造成 我们带着一条喜乐的心来到你的跟前 因为我们知道在你里面 我们有那有福的缺取 主你来帮助我们 你的灵来引导带领我们 所以我们能够实在用尽情的 那个心来到你面前 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 我们的赞美 愿主你在宝座上面享受我们的敬拜 如这祷告感恩 祷告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阿们 我们一起敬拜我们的主 弟兄姐妹平安 好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 我们能够靠着我们的神 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让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看今天的宣招 诗篇第六十八篇 第十九到二十节讲说 主成就我们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他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 我们的神是施行成就的神 人能脱离死亡 是在于主耶和华 是了我们能够脱离死亡 是在于主为我们而死 为我们而复活 我们感谢我们的主 我们一起来宣告 一起来颂赞我们的主 复活的主 复活的主 是主耶稣的主 复活的主 是主耶稣 世上没有 那的恨目 若看作主 莫看羞辱 他已完成为他救赎 世上有的一位神 做人而生 世上有那一位神 为世人而生 世上有那一位神 世上有那一位神 为世人而死 世上有那一位神 为世人不幸 世上有那一位神神 究竟人活着 我的祖师 主耶稣 世上没有祂的恩物 罗开作主 罗开羞辱 他已完整为祂救赎 我的祖师 主耶稣 世上没有祂的恩物 红来欢呼 红来庆祝 他已完整为祂救赎 世上有那一位神 为世人而死 世上有那一位神 为世人而死 世上有那一位神 为世人不幸 世上有那一位救赎 今天人活着 我的祖 我的祖师 主耶稣 世上没有祂的恩物 罗开责族 罗开羞辱 祂已完整为祂救赎 祂已完整为祂救赎 我的祖师 主耶稣 是我们感谢我们的神 主 我们感谢祢 祢为我们死 为我们的神 祢已完成了伟大的救赎 主 我们感谢祢 祢不只是救我们 祢还继续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 主 我们现在要来一起的来敬拜 继续的来敬拜祢 祢永远活着 我知道 我的救赎 祢永远活着 祢是永远活的祖 当我在神谷迷失时 祢领我走正一路 我知道 我的救赎 祢永远活着 祢是永远活的祖 当我在旷野孤独时 祢帮我做我的灯 我知道 我的救赎 活着 我知道 我的救赎 救赎 永远活着 我心不再忧虑 我要在每一个日月中 领受祂的丰盛之爱 我知道 我的救赎 救赎 永远活着 我领不再沉睡 当好叫哭 少迷 Naturally 当好叫哭 振祢 Plant I know 祢老家喝 我将践踏 永远險 我将遵踏 まず dir 我知道 它将遵踏 我太累 cross 知道 我的救赎 救赎 永远活着 祢是永远活 dat 当我在深谷彼时时 祂领我做正义录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 祂使用我的足 当我在旷野孤独时 祂帮我做我的能 我救赎者永远活着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 我心不再忧虑 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 领受祂的丰盛之安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 我灵不再沉睡 当好叫想起的那一天 我将见祂荣光之灭 当好叫想起的那一天 我将见祂荣光之灭 但愿尊贵宋早安和全能 都归于祢 世主都归于祢 我归于祢 愿尊贵宋早安和全能 都归于祢 我归于祢 都归于祢 主耶稣 都归于祢 天长河 来顺从主生 明朝不完命 让我们去西部 附近拜祂 因祂生命 往西要归拜 让万口承认 祂是主耶稣 全能生 请我荣耀祢 但愿尊贵 送着和全能 都归于祢 都归于祢 愿尊贵 送着和全能 都归于祢 都归于祢 我归于祢 这耶稣 用我真身 而知 但愿尊贵 送着和全能 都归于祢 都归于祢 愿尊贵 送着和全能 都归于祢 我归于祢 我归于祢 主耶稣 用我真身 而知 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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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是永活生神 神的羔羊 神的儿子 是为我们而死 为我们而复活 伟大的救主 我们感谢祢 主我们 但愿一切的尊贵 荣耀 权柄 都归于祢 因为主祢已经复活了 祢已经掌权 直到永永远远 感谢主 弟兄姐妹请坐 我们今天很高兴 再次邀请到 林俊亮牧师 在我们当中 他要与我们分享的主题是 复活于我 今天的经文 记载在 约翰福音 第十一章 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念 第二十五节 耶稣说 我就是复活和生命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要复活着 我所有活着 又信我的人 必定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我们请牧师 大家复活节 喜乐 喜乐 有喜乐吧 为什么喜乐 因为耶稣复活了 对不对 这不是一个 只是一个信念 这也是一个 从心里面 真实的一个信心和经历 你知道吗 每个基督徒 每个基督徒都要经历 经历 复活的主 今天就活在你的心中 那是很喜乐的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我们信仰 还是停留在知识的层面 那我们 我们真的很可怜 知识会过去的 知识会改变的 但是一个真正 从天赋而来的信心 还是永远的 常常的 深藏在我们的内心 复活于我 刚才我们读着 读的这段经文 那这里的经文是 和合本的圣经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其实跟那个 刚才那个 那个翻译 那个比较准确一些 就是说 耶稣说 我就是复活 我就是生命 感谢主 从来没有一个 神敢这么说 我就是复活 我就是生命 对不对 所以我常常讲 耶稣讲过的 在约翰福音14章 他说 我就是真理 道路 生命 从来没有一个 神敢这么说 耶稣这么说了 那你就明白一件事情 他真的是道路 他真的是真理 他真的是生命 就是他真的 把他自己 来显现 表示给大家 那么 耶稣说这个话 要不就是疯子 要不就是骗子 但是他都不是 他是真神的儿子 所以他讲了这样的话 兄姊妹 复活对我们今天 太重要了 很多时候我们 没有好好的思想 复活和我有什么关系 有时候我们 不知不觉 把复活的主 和复活的我 分开了 其实复活的主 和复活的我是分不开的 也就是说 耶稣 他自己 也不能够把 他的复活 和他自己来分开 也就是今天 你信了耶稣 你就有 复活的生命 你就有了 复活的盼望 你就有了 复活的能力 哦弟兄姊妹 那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 今天你一定要搞清楚 要不然 你要死的时候 你还在那边 存着惧怕的心 到底我会怎么样 那复活对你有什么重要 复活一个很重要 就是 如果真的你 领受的是一个 你相信耶稣 然后有复活的生命 在你的里面 然后你在你的生命的里面 你必定经历 他的真实的那一面 除此之外 你也发现了 这个复活的生命 让你更亲近他 让你更加的爱他 确实是这样 但是为什么今天 好多信徒 好像活得很辛苦 活得很难这样 身体出状况是一回事 灵命也出了状况 不是小病 就是大问题 是不是 另外的就是 尖尖的 我做基督徒做久了 盼望好像也不很清楚了 喜乐更少 常常是苦笑 并不是真正从心灵里面 能够发出那种的喜乐 很糟糕的是 我们的信心爱心 以前都很好 启示录说 启示录提醒我们 不要示弃我们 起初的爱心 但是我们今天 我们的爱心去了哪里呢 是不是死了 还是失落了 另外我们发现到 好多好多教会 是有教会 但是好像都没有生气 感觉到有时候 像以西节书所讲的 好像一堆的枯骨 本代复活的枯骨 昨天我去参加我们教会 我们这里外面 万民堂的献堂典礼 他们把那个地方 重新再 重新建过 三楼变成他们的礼堂 好漂亮 他们就请了一个很资深的牧师 李宗高牧师 来分享神的话 他讲了一些话 真的很触动人心 他真的很爱教会 爱主 他很关心弟兄姊妹 跟主的关系 所以他用了两年的时间 他做了一个调查 在崇拜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调查 他问你一个问题 我们当中有多少个人 把师父音书都读过了 马太 马可 路加 约翰 有多少人读过了 他说有五十八仙的人举手 还不错了 师父音书读过了 然后他又在问 有多少个人 把新约书都读过了 二十七本书都读过了 只有十五八仙的人 他们说有读过 读过只是说一遍 他又问 有谁把新旧约圣经都读过了 只有十八仙的人 他还是跑很多教会 他做了这样的一个调查 他心里很难过 他说九十八仙的 弟兄姊妹都不读经 不读上帝的话 不读上帝的话 就是跟复活的主 关系疏远了 是不是啊 今天你读什么 你常常读的是什么呢 是读马经吗 你不读圣经 你就读马经 快六礼拜更多人读 是不是啊 哪一只马会跑得快 好 我们基督徒不做这个 但是我们读其他的东西 更喜欢读其他的东西 就是不读圣经 奇怪一读圣经就想睡觉 出了什么问题 基督徒出了什么问题 我不能内心深处 很清楚地知道一件事 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一定不能不读圣经 我更不能不祷告 你说是不是啊 弟兄姊妹 承不承认啊 承不同意啊 同意就点个头发 不用举手 基督徒一定要读上帝的话 一定要祷告 那为什么不读 我跟你讲 你给一百个理由都不成理由 真的 都不成理由 只要我们内心看重的事情 我们一定会去做 那今天我们呢 讲这个题目 牵涉到死和复活 我相信很多人很想知道 更多这一方面的 从圣经的角度去看的真理 你要听 因为你会死 我也会死 死了之后怎么样 基督徒要死几次 基督徒要活几次 你懂不懂啊 我们接下来再看 为什么人都会死 其实我们发现到华人很忌讳谈这个东西 特别农历信念 不要讲这个字 讲这个字就很衰的 讲了可能真的就死了 但是死你一定要谈 死的开始是从哪里呢 是从我们的始祖亚当 叫啊 对不对 上十几第二章十六十七节说 园中各样的果 树上的果子 你都可以随意吃 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以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 什么事情啊 必定死 所以耶稣 这个上帝早就警告了 你有这个自由的选择 但是如果你不听 你偏要吃 不但是吃 还偷吃 也会偷偷地吃 只要记得骂嘴巴就好了 上帝看不到 还是没想到 这是人类的第一偷 之后人的生命跟偷 就分不开了 是不是啊 很多人是名偷 更多人 更多人暗偷 有人偷吃 有人偷人家的心 有人偷人的钱 有人偷情 总之一切不好的偷都出现了 你不是小偷 就是大偷 所以弟兄姐妹 很可怕 最后魔鬼进来了 你的心 他也把你这个 整个心也偷走了 你说今天 魔鬼放过你了吗 你信了耶稣 你洗礼了 他也没有放过你啊 他还是不放过你了 耶稣受试探之后 魔鬼也不放过他的 同样的 我们活着魔鬼 也不放过我们的 他还在想办法 在偷啊 是不是啊 他今天最会偷的是什么 偷你的时间 是不是啊 偷你的时间 要你多看一点 看一点电影 看多一点连续剧 对不对 花更多时间 在那边 坐在那边 发白日梦 是不是啊 在那边 无所事事 东想西想 就是不想上帝的话 在那边发呆 就是不祷告 有没有啊 或者在那边 想无想无 做一些 无厘头的事情 这一天的时间 就浪费掉了 是不是被他偷掉了 有没有可 有没有真的是从心里面 很认真的 去思想 我要 在今天复活节的时候 认真的 看待 我跟主的关系 兄姐妹 我那么盼望 今天是你的 人生的一个转捩点 真的 转捩点 很重要 有时候我们会有这样 阿Q的想法 我不过是偷一点点吗 我不过是偷一次而已吗 是不是啊 无伤大雅 无伤大雅 但是知道吗 偷就像我这里所说的 人的第一头就像清水滴了一地墨汁 全被混账 黑了 一点就变成黑了 如果你穿白色的衣服 你知道只要点到黑的汁墨汁 你会不会说 哇 很好看 很艺术 你就觉得很辛苦 你要想赶快把那个衣服 在那个黑点 洗清洁 对不对 但是你生命里面 已经有多少的黑点 好 讲到死 死有两次 第一次的死 是灵的死 当人被创造的时候 神把一口气吹到人的里面 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这个灵就是我们的灵魂 我们跟神有一种很直接 很亲密的关系 那个关系就像神生了我们一样 祂是我们的天父 我们是祂的孩子 你说关系亲不亲密啊 非常亲密 但是最进入人的里面的时候 就真的是另外一回事 就把我们跟神分开了 人里面再也没有神性了 人里面有的是受性 也受的受 人里面只有受性 人里面只有肉性 人愿意爱世界 爱肉体 就是不会爱神 但是感谢神的一件事 他还把良心放在我们里面 至少我们还有一点点良心 但是更多人的良心被狗吃掉了 当亚当夏娃偷吃了之后 圣经说他们就躲起来了 今天什么事情你会躲起来 为什么你会躲起来 因为你怕 对不对 你做错事了 你怕 你就会躲起来 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 我们真的要明白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怕神 怕神是一件好事情 基督徒怕就是敬畏上帝 对不对 但是你要小心 如果你说我天不怕地不怕 那你是一个什么的基督徒 麻木不仁的基督徒 No feeling了 这好可怕 没有感觉了 好像我在这里讲到 我带着一把机关枪 这样 但是都打不进 因为你们都穿防弹衣 子弹打不进去了 魔鬼给你防弹衣 让你不能够把神的话听进去 那是可怕的一件事情 兄姐妹 真的如果不悔改 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神的喜悦 不悔改 我们真的得不到神的祝福 好 这是灵现实 所以当一个人有了罪 就与神分开 人的灵就死了 但是相反的 当你信耶稣的时候 耶稣的灵再次进到你的里面 你是死还是活 你的灵是死还是活 活了 哈利路亚 原来你是在基督里面 你的灵是活的 所以兄姐妹 你可以有复活的生命 而且你能够有复活的这样的一种的生命 你知道吗 意思说你能够活出一个新生的样式 新人 在人的面前 人家可以感觉到你是有改变的 跟过去不一样的 甚至可以让人家感受到你是一百八十度的改变 请问你今天信耶稣信了这么久 你变了没有啊 我常讲 你没小变 你要大变 对不对 你不要想歪了 小的改变 大的改变 简单说就是小变 大变 那你问你自己啊 小小的改变 有没有啊 如果 你的亲友说 没有信耶稣还好 信你耶稣更糟糕 变本加厉 那你说有变没变啊 一点都没变 好 我们接下来再看 另外一个死叫身体的死 所以进入到世界之后 人一定会死 所以有一天你的气 会离开你 你的最后一口气会离开你 然后你的身体就变尸体 十篇一百四十六篇 第四节说 他的气一段就归回尘土 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 这里一句话说 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 消灭了 不会说明日就消灭了 或者说十年以后就消灭了 很现实的 就那一刻 你死了 你所拥有的不再是你的了 很现实的 对不对 我活着 我有一辆车 我活着 我有一间屋子 我活着 我有多少存款 可是 当你气一段 脚一升值的时候 活人变死人的时候 请问这些还是你的吧 如果你不做遗嘱的话 很现实的一个情况 你说对不对 因为成就 民生 财富 当日就消灭了 如果基督徒看懂这一点的话 真的 我们就明白了 身体会毁坏 身体会衰残 会不会啊 会啊 当然我们爱美 是天性 没错 有些人 年纪大了还要拉脸 还要拉皮 还要做手术 都会有啦 都会有 但是你把所有的精神时间 都丢在这个 会毁坏的身体 你说值不值得 为什么有一些人 年纪大了 他要去把自己整得 好像年轻的样子 这样 就是他不认老 他不愿意老 他希望能够继续的年轻 你说可能吗 弟兄姊妹 你说可能吗 就算我宝宝头发 揽成黑头发 然后我就是 我就是年轻人嘛 不会的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 当一个人离开了 这个身体死的时候 像我这里说 好像手机没有了信号 好像手机没有了电 只剩下什么 剩下一个即可 所以今天他很现实的 跟大家谈这个问题 因为谈到死 等一下也会谈到复活 那第二次的死 你还有第二次的死 如果你没有耶稣的话 你真的还有第二次的 第二次的死 这里说死不是如灯灭 当灵魂被收回的时候 你就到了一个地方 如果没有耶稣的话 你就到了一个地方 叫阴间的地方 在那边等候上帝的审判 那么信主耶稣的人 耶稣再来的时候 要复活 我是前前前行年派的 我相信两个复活 首先是信主的人复活 之后是不信的人复活 很少提到这样东西 在教会里面很少提到 但是你必须要知道 这不是我自己猜的 是完全照圣经里面来说的 约翰福音第五章第29节 耶稣说 行善的复活得生 作恶的复活定罪 所以你看耶稣讲 行善的就是属主的人 他们也复活 不属主的人也要复活 所以 但是不同 这里头还是有不同的 这个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 24章15节说 无论善恶都要复活 所以按照前前行年派的看法 就是说 第一次的复活是给信徒的 就是死了的人 他们要先复活 然而活着的人 身体要改变 在空中 与主相遇 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 然后呢 就以基督做王 一千年 启示录说的 之后 就来到一个末日的审判 那个时候就是 所有不信的人都要复活 来面对最后的审判 这个是前前行李派的看法 可能我是老头脑 我都信这个 以接受这个前行李派的看法 那 一个人如果不信主的话 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最后的结局 就是有个地方叫地狱 从事不死的 活是不灭的 耶稣曾经提醒我们 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 都灭在地狱里面的 正要怕他 魔鬼不能这样做 因为他是 失败的 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他已经成了 手下败将 耶稣的手下败将 但是谁能够使我们 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面的 只有主耶稣 但是主耶稣不愿意 让我们去那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 原本不是为人所预备的 这个地方 是为魔鬼 和他的死者 所预备的 所以 耶稣在这里 就是要我们选择 一个更好的地方 而不是一个更糟的地方 兄姐妹 我想我们都不会选择 去一个从不死 火不灭的地方 对不对 那是很痛苦的地方 某一些信仰 或者他们也会 品会到 原来有个地狱的地方 很糟糕的 不是我们要去的 是不是 你有去过福报约属吧 你看了那些画面 你说 哎呦 你糟糕了 我都不去了 但是 你不去了 又怎么样 你有没有想 我有什么方法 能够让我不去这个地方 没有 圣经讲 耶稣是唯一的道路 真理生命 所以他说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所以必须要信耶稣 才能够不去这个地方 人为什么死而复活 兄姐妹 你能复活吗 你靠你自己能吗 你绝对不能 所以耶稣才说 复活在我 生命在我 耶稣降世为人 他自己 经过死亡 三天以后 他从死里复活 所以他胜过了死亡 胜过了恶者 胜过了魔鬼 我们今天靠着耶稣 我们不怕死 因为我们相信 我们能够 有一个更好的神的生命 基督徒是 有福的 我们是 以后再一次的 复活之后 我们是跟主 永远在一起 而且要跟主 做王到永远 讲到做王 不知道你信不兴奋 你在世界上 没有机会做王 对不对 但是有一天 你真的要跟主 做王耶 主允许我们 我们能够跟他 一起做王耶 人家英国都有女王 在天上 你也可以 也做女王 但是做王 不是到时 automatic form 就变做王 不是的 你今天开始 你开始要有王的样子 要有王的风范 要有王的那种 心理方面的一种 的培训 你说对不对 你快活出那种 王的样式 有没有 请问有没有 还是你很像膝盖 兄姐妹 你要像主耶稣 所以你要今天开始 多读神的话 多祷告 多爱主 多服侍主 你体谅到主 怎么为你牺牲 然后你自己也愿意 走上这条牺牲的道路 因为耶稣也是 做王之前 我们看见 他也经过死亡 经过复活 对不对 所以他成为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那我们呢 我们不能够告诉我们之后 牧师我什么都不懂 我没有读书 什么都不懂 没有excuse 这个没有excuse 每一个人都要学习 我有个教会的牧师 他也是做福建事工 他们教会做得很好 从一堂福建 做到两堂的福建聚会 两堂福建聚会 加起来到四五百人 他们教会是一个看重门徒训练的教会 他们觉得弟兄姐妹 一定能够像一般弟兄姐妹一样 虽然福建化的信徒 很多是没有受教育的 这是实在 但是他认为 他们应该也要领受一些 比较更深奥的教导 我们会想说 我讲多一点 讲深一点 这些人不是完全都不懂吗 这个牧师说 他开始的时候 也真的很怀疑 这怎么可能 最后你知道怎么样吗 最后 他们教会 去年的时候教以赛亚书 整年都是在讲道上面 讲以赛亚书 你们读过以赛亚书吧 容易不容易了解啊 容易不容易明白啊 不容易耶 而且他的牧师很有趣 每次把最难解释的那几章 叫我去讲 我也乐得去讲 所以弟兄姐妹 今年你知道他们上 今天整年的 奖章是什么吗 立位记 oliverticus 什么献祝 这些东西啊 好复杂 很枯燥 这是让他们深入地去教导 深入浅出地教导的时候 弟兄姐妹既然明白了很多道理 所以他们弟兄姐妹 从数字方面来看 灵性的数字来看 他们真的这几年的训练 进步了很多很多 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 不要说 我没有读书 我没有学问 我什么都不懂 其实是可以的 你愿意的话 你还是可以学到的 所谓活到老 怎么样 学到老 所以我们盼望 我们弟兄姐妹 都不要放弃 好不好 不要放弃 既然你少读书 没有关系 少读书 现在就多读一点书 读到死都甘念 这样的态度 就很不一样 感谢主 好 我们看 主耶稣胜过死亡 主耶稣在两方面 第一 以死亡赴了罪债 这一点很重要 就是 死是从罪来的 要解决死 要先解决罪 对不对 所以以前是用动物来献祭 但是后来 耶稣基督就成了 神所预备的 人的 这个一次性的 永远的救赎羔羊 所以 他为我们还清了罪债 我们再不需要 再做罪的农服 我们必须要 活在那种罪的 这个捆绑的里面 另外呢 主耶稣复活 战胜的死亡 这里说 按肉提说 他被治死 按灵性说 他复活了 主复活 吞灭死亡 直到永远 如果你要讲复活 讲死亡 整本圣经 旧约新约 都有很好的教导 这里说 魔鬼手中最后一张死的王牌 在主的面前 失效了 白武 当我们纪念耶稣 受难的时候 耶稣被钉死了 耶稣被埋在 被放在 那个坟墓里面的时候 我相信 祭司长 祭司 文师 他们都开party 拿香片出来 香片出来 喝 我们的眼中钉除掉了 所以以后 没有人 在跟我们作对 是不是 没有人常常要讲 我们的不是 太好了 不然我们不择手段 把耶稣害死 太好了 但是怎么样 他们都没有想到 这一盘棋 最后僵的是耶稣 魔鬼也从来没想到 魔鬼已经很聪明了 但是他也从来没想到 三日后 复活节的早上 耶稣竟然从死里复活了 兄姐妹 这对我们来讲 是很大的一个 鼓舞的信息 你知道吗 学生当时也 耶稣的门徒 当时也是 也是觉得说 我的先生死了 我们都好像没有盼望了 我们回去打鱼吧 所以彼得就叫他的 他的以前的老朋友 我们去打鱼吧 但是也不是说 一打鱼就有鱼的 后来打了老半天 都没有鱼 打到天亮都没有鱼 但是有个声音说 你再把船再开过去 然后向右边抛下去 结果捞上来的153条 往前些都破了 神经说 第二 主耶稣复活战胜的是王 谢谢主 兄姐妹 如果耶稣已经战胜是王 请问基督徒怕不怕死 你怕不怕死 无论是好死 坏死 早死 晚死 对你来讲 一点都不怕 是不是 所以我真的 我在40多年 在幕会的这条道路上 在弟兄姐妹的接触上面 我真的看到 好多基督徒在走的时候 真的是一种 很喜乐 很有信心的 离开这个世界 有一些真的很 好像要出国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他死好像出国这样 有时候还问你 你有什么塑胶袋吗 不是plastic 有没有塑胶袋 不是塑胶袋 有什么好胶袋 他要死 他说我会见到七姑六婶 会见到谁 替你问安 你说这样的死 好像是不像出国 好像那个亲戚在国外这样 多好 请问有几个人 能够死得这么坦然 兄姐妹 我已经看过有些人 他要死之前 他说我看到了 耶稣来接我了 我看到天使来接我了 你说这样的死怕不怕 一点都不怕 一点都不怕 所以我可以说 基督徒的死 十个十个 都是带着笑容 而死的 不是后来那个化妆师 把他的这个嘴角拉高一点 让他看起来 他是很快乐的死 而是他还没化妆之前 他离开的那一刹那 他是带着喜乐 离开这个世界的 你说 这个跟我有没有关系 有啊 因为你会死啊 所以跟你有关系 但是你要怎么死 你是不是怕到死啊 不是的 你不需要惧怕 这是人生必须要经过的一条道路 对不对 活一天 少一天 过一年 少一年 终于一天 你和我 都要走上这条道路 但是 耶稣已经胜过世亡 你我无需 感谢主 好 主耶稣升天 预备了天堂 所以耶稣在 约翰福音十四章 第三节说 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 然后再来接你们 到我那里去 我在那里 叫你们 我在那里 天堂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弟兄姊妹 是一个我们向往的地方 所以启示录二十一章告诉我们 上帝在那边 擦去了我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不再有悲哀 不再有哭号 不再有疼痛 因为这些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什么时候我们去天堂 第二次 复活之后 白色大审判之后 我们就进入 那永远的天堂 那我们现在死了 我们去哪里 我们去乐园 不信的人去阴间 信的人去乐园 那也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园 我们在那边等待 耶稣再来 耶稣的一来的时候 号角一吹响 圣经说 帖撒罗尼加书信告诉我们 死人要先复活 不是单单是灵魂的复活 还有身体的复活 它是很不能够理解的事情 关于这一点 我们跳到这里 很多人会很多疑问 对不对 我都已经腐烂了 微尘土了 差不多泥土跟骨头都分不出来了 这是真的 我记得我去厚港 阿比达达里这边 去捡我祖父的骨头的时候 因为他已经葬了几十年 几乎找不到骨头了 我们用肉眼去看 那都是一堆泥土 但是那些捡骨头的人好厉害 这个是骨头 这不是泥土吗 这不是好像没有腐烂的火炭吗 有些地方真的 那个火炭 因为知道你们土葬了 他们在土葬之前 如果那个地方潮湿 他们要先放那个火炭 然后再把那个棺木放下去 记得不记得 真的找不到 那如果是火葬的话 一烧就变成灰了 对不对 然后又往那个海里面洒一洒 就周游列国了 是不是 那现在我们还有一种新的葬法 是不是 叫土葬 不是 不是叫土葬 就是把它撒在那个花园 Cadden of Peace 我有机会去把我的外公外婆的骨灰 撒在那个地方 我算是前面几个政府推广不久 我就赶快去的那种 而且是free的 现在没有free 那个撒了之后 撒在那个枸杞 然后再加上水 结果那个骨灰 冲啊冲啊冲到哪里去 到今天没有人给我答案 无论如何 想这样的情况 你说 我们在耶稣再来的时候 怎么能复活呢 这里有一段话 我觉得很好 他说他既有大能 无中生有造出世界 说明他无所不能 那接下来讲 人身体里面化学成分改变者 停留在分子这个级别 在原子离子级别里面 是不会消失的 所以主再来的时候 他可以让每个人身体的 每一个元素 复位 复活 成为灵体 这个很深 因为我以前读化学 每次都feel的 什么分子 什么离子 有什么原子 我只是到原子弹 什么我都不懂 无论如何 兄姐妹 在神无所不能 对不对 真的 我们这个卑微的身体 在上帝来讲 他要 在复活的时候 怎么样让我们 能够有一个 不朽坏的身体 去见他 那是很 很奇妙的事情 我们能够稍微凌冽到一点 就好像那个 那个蝴蝶的蝴 是不是 在那个小虫 在那个蝴里面 然后不久之后 他就破蝴而出 成了美丽的蝴蝶 这个过程 你会发现到 很奇妙 对不对 曾经有人 假厉害 说看他出来很辛苦 用剪刀 把他剪 帮他剪 让他要快一点 好像要生孩子 剪大一点 让他快 不出来 但是你说 你这样是爱他 还是害他 就是害他 他出来之后 不久他就 马地了 原来这个过程 是必须要经过的 那个辛苦 慢慢地 慢慢地 从里面挤出来 最后 他的翅膀活动了 空气进去到里面之后 等等 他就开始 可以飞起来了 凡是都有定时 弟兄姐妹 复活也有定时 复活是怎么的一个情况 真的很不懂 还有春去秋来的东西 春天的时候 那些埋在泥土里面的 在雪地覆盖的里面的 在泥土底下的植物 突然间 哇 都萌芽了 在我们看来 冬天来的时候 雪 覆盖在地面上 好像下面的东西 都死掉了 是不是啊 但是有没有死啊 没有死 所以从这些 大自然里面的奥秘 因为我们看见 我们身体 也会复活 但是我们也不在乎 那个 以后的那个 我们不在乎 那个以后的身体 是怎么样的身体 是不是啊 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有复活的一天 那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有没有中间的选择啊 有些人说 那怎么呢 怎么办呢 我能够不下地狱 也能够不去天堂 可以吗 我可以半天掉吗 有些人很喜欢走中间路线 或者是走灰色地带 对不起啊 没有耶 只有两个做一个选择 不是永生 就是永死 所以最后这里我要讲的 活一次 十两回 这个是一般的人 活一次就是 你在世界上 你只是活一次 但是你要死两次 第一次就是你 长命 就是你到了百岁之后 你一定要死 对不对 这是第一次的死 那第二次的死 就是在 耶稣的审判之后 然后你就要 如果你没有耶稣的生命 你当然你要去到 那个圣经所说的 烧着硫磺的火壶里 这是第二次的死 所以死两回就是这样来的 那么另外一个是好的 活两回死一次 凡是有耶稣生命的 庆祖耶稣的 在世上死一次 不活以后呢 永远就不会死了 所以你要选择 死两次活一次 还是活两次死一次的 明白这个意思吗 兄姐妹 信主耶稣真的是很不由福的 所以 他死是像最死 只有一次 他活着 是像上帝活 所以这个 这个发现 不是我的厉害 圣经 保罗早就说了 兄姐妹 以后的那个活 是永远的活着 那是很美的 而且不是你 我 管是信耶稣的 比我们先 离开这个世界的 他也跟我们一样 永远活着 我们还要见到他们 我们还要跟他们一起 在天上见面 一起敬拜上帝 一起荣耀上帝 一起管理 新的 天地 一直到 永永远远 通通说今天早上 这样一个简单的分享 能够带给大家 心灵里面 非常大的安慰 鼓励和盼望 原来做基督徒 不是吃饱等死 但是 我活着的时候 有所要完成的事 要做好的事 就像我开始所说 如圣经 祷告 传福音 亲近主 这是我们都要做的 虽然没有人拿着一个藤鞭 你不做 我就打你 好像爸爸妈妈这样 但是你要明白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让你跟主的关系 更加的亲密 你得祝福 也是全教会得祝福 要明白 不要自私 只想到说 我不做又怎么样 不要这样想 我们不是活在罪恶的里面 只有罪恶里面 才是有自私的想法 爸爸才是活在主基督里面 主基督的爱在我们的里面 使我们对事情的看法 不再是一方面 而是多方面的看法 想到的不是自己 而是要爱人一起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帮助我们 明白你的话语 也愿你的话语 常存在我们内心的里面 活节的这个早上 让每一个人都愿意在主的面前 经历主复活的生命 而且愿意再一次成为一个 复活 而且有生命 有得胜的基督徒 奉耶稣的生命祷告 Amen 谢谢 我们谢谢林牧师的分享 我们感谢我们的主 因为祂的复活 我们能够有永生的盼望 而且不只是 在永生里面有盼望 我们在我们的今生 也能够 过一个得胜的生命 我们一起站立 我们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 主耶稣说 软弱的要变刚强 贫穷的要变富足 瞎眼的要得看见 乱落的我变刚强 贫穷的我变富足 瞎眼的我能看见 主给我信了圣经 我要渡过的那家 再次吸进我的嘴 现在主的大慈爱 向着我拥留着 赫沙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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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是世家的高阳 赫沙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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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祂 已复我了 赫沙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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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沙 和撒纳 和撒纳 定是释迦的羔羊 和撒纳 和撒纳 耶稣祂 以赴我了 和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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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是释迦的羔羊 和撒纳 和撒纳 耶稣祂 以赴我了